大家好,我是Huddy 我是Guru 我是Huddy 我是Huddy 白落2020必追附期 在2020年都看了不少的附期 台灣、日本、泰國、韓國 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 Ready Go 第一套我們要說的是 來自日本的選手 如果30歲還是處人 師傅真是魔法師 冰田企圖裡面的角色是飾演阿公 而賊草惠義就是阿仇 她出色的基礎就是選角的硬幅非常高 在第一集看到這兩個演員已經流了好水 因為我是冰田企太派的 赤草惠義BB 這兩個演員各自拍很多不同的電影或電視劇集 劇集裡面你不會覺得是違和感 無論是一些細節位 又或者是一些表達內心的時候 都做得很好 很多一些位置會播放內心的獨白 其實這個時候她是沒有話說的 眼神就好 眼神還在交演技出來 特別是第一集迫動的 不小心迫動的 然後就說 糟了我心跳 這個位置就覺得 這部劇集的片尾曲 其實是導演給他們發揮怎樣拍這個片尾的 去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丁田企太 最後一個鏡頭就好像想拖抱著她 但最後沒有抱到 丁田企太就想到裡面的角色就是 因為我是暗戀安達這樣 所以她就覺得 不能讓安達知道我的感情就縮上手 這個細節位就是丁田企太自己設定出來 劇集的片尾曲 你會覺得他們是有曖昧情數在出現 即是大家的眼神很sweet 很愛對方 然後聽他們直播的時候 冰田企太有說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Scrib好的一段說話 還是真的發展演員的內心 安達拍劇的時候 是令到她會迷倒的一個男生 她說很難有個男生看到她的眼神 很想保護她 就抱着她 我就覺得 嗯 令到我更加投入片長 其實很短 只是幾分鐘 短得來流錯度非常之多 對 剛剛眼睛就過了 對 好像第一集 完了 半個小時已經這樣 這套東西我覺得有點不太好 就是 她每次好像高潮位就會減掉 她無緣無故要表白或者怎樣 又無緣無故去到某個高潮位的時候又減掉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有沒有看到 那我就沒有劇集 這套絕對是我們非常推介追的劇集 說多次劇名叫做 簡稱 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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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藍 第二套白樂2020必追的劇集是 宇愛同居 第一季 宇愛同居屬於半跨年的劇集 這套東西非常之不用說 我看完頭兩集就覺得要大推給大家看 太劇來講她的劇度非常之大 第一集 去到第四集 是這樣的 不是不是是這樣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我沒有戴底褲還是什麼 我留下東西在外面 拿進來給我 是 是 一個雞的同學 和一個直男的同學 在一個宿舍住在同一間房間 本身直男的同學很欣賞那個雞同學 就覺得他欺負美男什麼都好 但後來發現了雞的就語 他自己是反同 但後來就被這個雞的同學攻陷了 攻陷了 然後就 去到第三集就無緣無故開火箭 畫面程度是非常之震撼眼球的 而且要值得一讚的就是 那個逆轉程度很多 你開始以為是 頭三集就完事之後 四五六集 七八九十集都是搞事 當然啦 後面的蝙蝠都有搞事 無緣無故攬後石 無故有些很經常的 冰 冰 冰 像是Kiss 你開始以為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大家在愛情上面 如何去跨越一些心理階限 當然小心出現會遇到 誰知道去到第十集 開始大逆轉 無故一個不起眼的角色 成為了一個非常之重要 變成一個大魔頭的角色 不劇透 不雷 讓你們自己看 但是你絕對會 對 宇外同居的CP感應是非常誇張的 就是 他們出去活動 你都覺得他們好像在拍劇 很甜蜜的樣子 阿公對弟弟的愛 在眼裡會發出來 真的很甜蜜 所以我也追蹤了他們的CP 我覺得他演技好的原因是 原來他的劇外 完全不是那個人 他的劇外是小淨泰 很需要被人照顧 拍照 有個小淨泰 曾經有個活動就是展彩儀式 小淨泰就很擔心 因為他很怕自己分開 因為他們出的活動 經常都站在一起 阿太跟主持人說 小淨泰好像不太舒服 我可不可以叫他過來和我一起站嗎 然後主持人都很懂 他馬上笑了 馬上有很多話說 然後就覺得 不是真的普通的經營 你會覺得他們 由心底而發 你是不是有曖昧的情數 他們的兄弟情都做得很好 如果我們是觀眾 我們會覺得 演員是很投入的程度都很高 那就叫做 《月外童駕第一季》 去韓國 這部劇集的名字叫什麼 《在你視線停留的地方》 耶 這部所有媒體都稱為 首套韓國BL的劇集 沒錯 8集 每集的10-20分鐘 短度 他的感覺就是 你會覺得 好像在看一部典型的韓劇 很重表達 沒錯 有錢仔和一個保鏢的故事 差距感 換去BG 有錢公子和一個佈人的女兒 有些節計成的 你一看是韓國的 韓國的 但也是街坊 拍攝的表達方法其實不錯 每一集 他都有一個不同的故事 他首兩集是阿公 阿公一直都去看阿壽 誰知兩集之後 突然就極轉變成阿壽 說回阿公 誰知他快結束了 就開始混合了 表達方法都清晰 即是他就算是錯綜 你都不會覺得亂 阿沙是《普通101》出來的 本身出來的話題性都高 沒想過《普通101》的人 為何會拍BL 大家會這樣想 出來的反應 其實這套東西 大家不會用那種 有聲眼鏡去看這套 口碑也不錯 還有他有個不好的 就是剛剛我們也說 其實他是一個劇集 只有8集 但每集只有10多分鐘 會不會太短了 導演你一是給一點誠意 要是每集多10分鐘 起碼20多分鐘 好像Cherry Magic 我們也接受 剛才變成一套劇集 對 一個半鐘 其實他很多東西都可以交代 因為後來那個位置有些欠缺 對 後來都會很闖絕 對 但是整套劇都很好看 OK的 我們再說一次這套劇 叫什麼名字 《在理事線停留的地方》 是韓國的選手 好 下個地方我們又飛回去泰國 好累呀 好亂呀 下個《2020》《百樂必退》的副劇叫做 《賈偶天成》 《一》和《特別之》 哈哈哈哈 《Together》和《Seal together》 演員的顏值可以稱為 《King國天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薩拉娃是不用說 混在一起 他不是活在天上的人 就是那些 哇 天仙飛到樓間 沒錯 是金沙一樣掉到樓間 哈哈哈哈 就在這一刻 無意中落入樓間 從事 這份這麼矜貴非凡的享受 連我們都分享到 而阿太呢 就是本身地面上的金沙 兩個顏值都非常高的人 拍在一起 不用想啦 你沒理由不追的嘛 是的 他們有演技 你很難得有一個有顏值 又有演技的演員 同時拍出來 感覺是不會有違和感 是的 我們一開始 每個人都是100% 先迷到薩拉娃 對 但是就要 有一點點比下去 但是後來 好可愛 阿太的演技 完全是由直仔變小靜泰 再加他小可愛的小兔牙 你覺得 就迷到了他 我是後來就迷到了阿太 不得不提 他完全是 泰國副劇的開國功臣 本身泰國的副劇 其實都有好一段歷史 對 什麼叫做開國功臣 簡直是攻陷了世界各地的人 很多一些網路的 劇集平台都買了他們的版權 還有很多人不喜歡DL都覺得 看上去 好英俊 然後淪陷了 看他們已經足夠了 對 裡面的演員做得很好 例如阿太的哭戲是做得很好 好美 然後那些甜蜜位都好 經常都 從第六集開始 那些甜蜜位 完全是令到你有糖尿病的感覺 也有很多朋友 因為看了這套劇 接觸了泰國副劇 很開心的就是 這套打開了 打開了全世界 他的泰國副劇 其實是 一段日子是trend No.1 連配角都會覺得 每一個角色 沒有浪費到 好像阿哥 阿Man和阿哥 阿Green和阿學長 還有紫粹味和小孩 還有Boss和Kia 我都說得出他們的名字 有好 自然有少許不好 第二張大結局 好像放了第一集 剛開始 劇情 兩個演員之間生疏 甚至中間有點sweet 但為什麼突然 結束表白的時候 就是唱歌 結束了 拍什麼5 對 對 你乖 高高了之後 你之後就很溫馨的相處 彈一彈彈一彈 以為就可以 NO 我們是接受不到 有一幕在哭在一起 看月亮 那裡真的很sweet 那裡是這套劇的殺火器 我們呆了一下 然後被罵 好了 然後就GMMTV 黃恩浩檔 專門了一個 Still Together出來 五個 還有很多 金主爸爸 爸爸媽媽媽 就算是韓文靈期間都照射 還要射了不是一次 第二集射了一次都不要緊 大結局 推梳法那一刻 真是不得了 非常甜 但是唯一缺陷就是 正劇大結局 不是大結局 沒錯 看Still Together才是大結局 強尼多次 這裡的2020發落必推的劇集叫做 加藕天成 Together and Still Together 我們說完泰國了 又是時候要調整我們的 我又要加了 我們要第一集 今次是台灣 台灣的參賽者是 拿天 其實也是一個算是半跨年的劇集 大約20集左右 其實台灣有一個 其實已經幾年了 這個系列的History 其實是History的吃了一個音的 就是專門講男男的故事 那一篇就是第三季的第二個故事 他們倆是走演技路線 阿秀叫小智 小智其實她的角色是非常之悲慘 描述她 爸爸媽媽死了 孤兒努力讀書 要拿獎學金才可以考到大學 古俊今來成為了學霸 臨畢業的時候 突然出現了一個命中注定的人出來 擾亂了她的生活 然後她的 搞她的 對 又要去機巴 去機巴就做攤 沒有 未成年做攤 而阿公本身是一個直男 剛協直男 從一個女朋友拍拖 對 第一集就啪啪啪 小智衝進來 想著睡覺 然後 然後 然後就生了 然後就走了 這個香古CP是非常吃得寧地戀愛的 因為她都同二十集了 我們建議各位粉絲愛的觀眾 就是第十八集就很完美了 要不然就美夢幻滅了 頭十八集 是非常之唯美 拍得非常之動人 床氣非常之好 你一瞎想之後 你覺得我要再重新看一次 那種感覺 她連副CP 我要特別贊副CP 劇情流暢度很高 她沒有放過劇情 我會稱她為是History系列 裡面固定性的完整度最高的一套 就算人物塑造都有 那二來就是她們的校園的感覺做得很好 就是很學生的生活 我只不過我不是喜歡男人 我只不過是喜歡她的人 這件事做得很好 就是大家學生自己的迷先 大家千萬不要去買鹽 買什麼鹽 我不劇透 總之 第十八集的最後是買鹽 第十九集 無緣無故變成另一個故事 不是那天 那後幾天 後幾年 後幾年 那幾年 然後完全不是那回事 導演說想拍一個他想拍的故事 這個就是他想要的結局 NO 就不想是他一意孤行的結局 那這個就是台灣選手History系列的 那一天 對 都推介給大家看的 那下一套 我們回到最後 我們今天最最最最最後要推介的 好累啊 泰國的選手 那什麼叫做 以微的心傳色的愛 2020年泰富劇最佳之作 你基本上可以稱作為一個電影級的製作 整個製作組好用心 送給歐兒那本補的collage style 好瘋 那本我真的很想要 看完Documentary 他正確是落了水底牌 然後他請了整個潛水的團隊 他們在浩皇帝島下面拍我起雞皮 然後他要馬上脫炸 然後兩個Kiss 如果你們不行就要避受勢 然後那些潛水 他一天背著兩個壺 立即過來給他養氣 然後他們是用了全天的時間 拍了幾下 那一刻 入到深海 OMG 然後導演 另外還有幾艘船 我們那時候還懷疑 是不是泳池 他真的落了海 但我覺得那一刻 起雞皮 這個他成為最top 是一定有原因的 他那個人設 是塑造得很細節 就是一個很自負的人 對 同時他也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對 也是一個不懂表達感情的人 對 而且他背負的東西太多了 帶子歐兒 歐兒就是一個 為外付出一切的人 對 那至於阿哥 完全是心靈導師 不用說 是開導阿德 我本想看第一集的時候 覺得他也是KDF 對 他硬直是有的 對 不是他那樣帶不到結局 叫做阿丹 帕石 所有的角色都很深入 阿丹和帕石都很慘 對 很難得有一個BL 其實你會很憐愛一個 對我抄灰類的 阿丹和帕石 他們兩個的付出 其實是很多的 最後得不到收穫 共鳴感很高 跟朋友吵架 我用於面對 承認自己的錯 或是一些 青春期的時候 青春期的反思 我負責IG 我很在意那個人 會不會難過 這些很細節位 你都覺得很貼近我們 很貼近 但是你一直在想 究竟這套 究竟是 是setting happy ending 我們猜了厲害 第三個 我們是幫忙 是否換心臟 完全是一個 專業級的 不是其他級不專業 這套之後 太高水準 把整個BL的標準 拉高了很多 如果你說要 唯一一件事不好的位置 就是 頭四集都鋪牌了 阿德對阿歐 阿歐不頂不吊 第五集 突然之間 一秒想通了 他一秒是阿哥 可能因為是第幾集 阿哥的開道 這個算是交代了 但是 泰哥 轉得太快了 想阿歐約多 得幾個 才原諒他 太容易原諒他 他整件事很可憐 可能他真的太愛了 第六套的名字 叫做什麼名字 你的心存的我的愛 I told something about you 我們今天介紹了 我們八落2020必推的 六套的副劇 有韓國的代表 包括了 在你視線情郎的地方 台灣的系列 是 Kissary系列 日本的選手 是 30歲的主男 Cherry Magic 最後還有幾套的 泰國系列 與外同居一 第一季 還有選有天成 還有最後 以你的心存成 對 各有各有不同的必追之處 對 你喜歡看哪套 都可以選擇其中一套 但這套套 我們非常推薦大家看 接下來我們會看更多不同的 或是今集就這麼多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明年下集再見 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了 お必須的 按旁邊的小鈴鐺 在小鈴鐺 做好 你還記得